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喂 老公 你在哪里啊 新晚上让我都担心死了 我昨天被他们 灌多了 我今天一大早上赶一趟天津 你这么着急啊 是 是挺着急的 我这不怕你向你休息吗 就没跟你说 沈济这边啊 我也不能拖太久了 所以就赶过来安抚一下 看一看 那你把充电宝带好啊 至少保证我随时能找到你啊 你不知道这一晚上都快急死了 好 我知道了 对了 你弟弟要借的那钱啊 我给他打得卡上去了 又这么急的呀 我打给他就好了 上次我们两个不是说得好好的呀 再说了 现在公司这个情况 那毕竟是你弟弟 哪就分那么清楚呢 虽然公司现在面临了一些问题 但就我个人而言 只要是家里的事能帮 就尽量帮 再说了 他借的那点钱 也算不了什么 谢谢老婆 好了好了 先就这样吧 你照顾好自己啊 我不在你身边 再加点你回来 好 挂了啊 好 不是都要离婚了吗 怎么还借钱给他们家人啊 正是要离婚了 为了我们的幸福 我现在得讨好的 这点钱 算得了什么呢 华总 就是这个大码头 所以 这码头的方案 本就不是汇报给总部的舞台计划 不是啊 我那个已经弄完了 程良又逼着人的道具去做的 当然了 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有责任 我唯一的责任就是 我妥协了 没有反抗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所以说 所以导演提出要求 所以导演提出要求 你反抗的方式就是偷工减料 别胡说八道啊 谁偷工减料了 我每一笔钱都是用在刀热上的 不信你可以问所有工事 我不用问 这就是他们钓道具用的绳子 这码头少说也得二百多斤吧 是不是得用钢绳 你用麻省 这点基本的安全意识都没有 你制片人干什么吃的 程良 你不要混淆视听 我之前所有道具用的都是这种麻省 为什么就你这个初师傅了 那就说明所有的舞台布置 都有很大的风险 程良 干吗 别说了 坐下 好 现在商者还在医院 等他的情况稳定吧 等公司调查结果再说 节目呢先停止一周 程良 你先休息 好好整顿一下 不是 华总 这节目它不能听 很多合同有欠个人家款都打了 而且我现在手头一堆工作 我都忙不过来了 最忙的不应该是导演部门吗 才可 你那个短视频已经出圈了 程导 你先走吧 喂 喂 光总 来说说你这个事吧 你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是被冤枉 那姚威跟她有一腿 你有证据吗 证据 华总 您如果找举报的人来跟我对质 她也拿不出证据 不是 不是 你刚才说什么 谁跟程导有一腿啊 姚威呀 商务姚威跟她有一腿 怎么可能呢 程导怎么会喜欢商务部的一个普通员工呢 不过 程导 在综艺部啊 确实让你受委屈了 你现在呀 可比节目的热度高多了 来 看看 这会儿功夫 又上升了两位热搜 你可以啊 激报啊 牛啊 牛被开磨呀这是 人不可猫乡啊 早 梁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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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梁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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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雨果出大新闻了 跟我有关系吗 是综艺部 您知道程导吧 我一直到 Nope 我不想做了 感谢观看 我手机 我 我呢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 眼看咱们的节目就要开播了 以咱们节目的热度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昭黑的 您看 咱们的节目 要品质有品质 要内涵有内涵 要技术有技术 但这个时候绯闻一出 观众很容易把咱们原有的高度 就给忽略了 你 这什么意思呀 你就直说呀 我呀 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把头肉远换了 那备选呢 我觉得是首选 公理您觉得怎么样 公理能来啊 他可是从来没接过综艺啊 昨天我们还在一块吃饭呢 有门路 门路谈不上有那么一点小私交 你这是有私交又是首选 你早干吗呢 我这早不了啊 那这事不是得天时地利人和吗 行 公理这边你赶紧跟进 这节目不能停 人谁都能换 只要公理能来 这节目还是你的 火了 那行 那我现在就去办 王老师 喂 那合同特别紧急 要不您这边赶紧给过了吧 哪个 就陶若妍的那个 那个财务条款呢 还有些问题 需要调整一下 王老师 大哥 真调不了了 那合同对方都已经盖章了 而且对方很难搞的 好不容易才磕下来 你说这对方要是反悔了 我们损失又大了 这责任谁来付呀 现在这个财务条款呢 有问题 万一出事 你能负责任吗 行行行 那您说说 哪需要调整 是有什么重大措辞要调吗 好好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一会儿啊 我去跟徐总啊 就确认一下 如果他没问题 我就跟你批 好不好 那就谢谢王老师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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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儿 长话敢说啊 那天我们喝多了 被拍了 这帮人挺孙子的 现在唯一压下去的办法呢 就是你跟陈良 你们俩呢发个微博 把你们的结婚证亮出来 然后呢 我呢发一个 我们大家一起的那个毕业照 听懂了吧 不过你们那个文案啊 得跟我们的宣传对一下 别瞎说话啊 不是 涛儿 一会儿呢 我把我的经纪人 拉到群里来 你们赶紧加一下 赶紧沟通啊 行 咱 就这样 你别管了 我家的经纪人说清楚 我家的经纪人说清楚 你进 你进 办公室是小了一些啊 你别着急 马上给你办 不急啊 小一点 温馨一点啊 那你这儿都大客户 办公室要大积极才匹配啊 大单跟办公室大小 是没有关系的呀 有本事的人啊 在家里办公都能赚到钱的 听我的吧 好 不跟你调劲 等公司安排 玩好漂亮 谢谢 有一点我要说清楚的呀 我可不想跟姚薇抢啊 都是一个公司的人啊 抢来抢去的 小气得很呢 你还是广街善员 是啊 大家都是同事了嘛 没必要的 我说不是姚薇 是公理 对 我们是老朋友了 人家也很忙的呀 我们平常也不是常联系的 这不正好回来了吗 一起聚聚 冯总和刘总 一个劲地向我表态 希望节目的导师她来当 产品的代言也想找她 价格都可以谈呢 不是已经订了陶若妍了吗 她的合同 马上就要盖张了呀 如果现在这个时候 说是不用她了 那 姚薇不是白忙活了呀 我们不能这样搞事情的呀 花香宝宝这个项目 本来就是你的 再说陶若妍的新闻 你没看吗 节目组给我打电话 说这样的新闻点 很容易黑化节目 她播出以后会有麻烦 我明白的呀 许总 但是呢 做事情是这样的 一码归一码呀 我们先确定一个准确的方向 然后大家朝着这个方向 一起想办法 对吗 如果 明天新闻押下去了 陶若妍没事了 又不用公理了 那我很容易变得 里外不是人呀 还有啊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跟杨薇说清楚 不要引起误会 您好 您找哪儿位 安心 这边请 我是想做另外一个 母婴APP的案子 他们明年的预算已经出来了 比今年追加了不少呢 我呢 是想竞争一下独家代理的 想把他们所有 投放广告的权利 全部拿过来 你看 文案呀 策划呀 材料 我都准备好了呀 我是真的不想在一个项目上 没完没了的 走一步看两步 这就是你格局 比他们大的地方 姚威娜你不用担心啊 她也会有她的安排 我还是坚持 你把手里的项目 处理好的同时 借手滑翔宝吧 我尽力 我尽力 只是我现在手边 真的没有人手哎 晓杨 谁 请进 徐总 安总 打扰我下游客人 请她进来 这边请 你怎么来的 你怎么来了 徐总也在呀 你们认识 你们也认识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嘛 怎么着 没经您批准 我们就不能认识了 是吗 来之前怎么不说一声呢 我不找你啊 我找她 我找她有点私事 什么事 说了私事 小事 是没件特别小的事 聊完来找我 好呀 她说的不是你 我一会儿没有时间 有别的事 我还是我儿子 还是我儿子 哦 哦 耶 哦 哦 耶 哦 耶 好久不見